欸 哇 好大一條 這個是我們今天釣到的第二條 哇 你看這樣掃像是有感覺 像不像這個 Jeremy Oliver 蹦 簡直就是李奧納多 對 百萬人生不就是這樣享受嗎 沒關係 這是紐西蘭的陶波湖 陶波湖 有多大是不是知道 我告訴你們 你們去了新加坡 他就跟新加坡一模一樣的大小 現在呢我們要跟大家介紹說 我們搭了這艘遊艇 有沒有 我的好朋友 Peter 也就是我們的這個團長 The lake here in the central North Island of New Zealand is an active volcanic caldera it's been formed by 26 different eruptions during its lifetime and the crater that it has left behind the line which we now call Lake Taupal here in New Zealand is 40km long from north to south 30km wide from east to west it covers a total surface area of about 625 square kilometers it has an average depth of 105 meters and in its deepest spot it goes to 186 meters New Zealand is a very環保 所以很多的規定 我們入境要隨時 所以我們要了解人家的規定 with the rules here on the lake you have to have a fishing license to fish for fresh water fish in New Zealand you're allowed to keep three trout per day for your license and those trout must be a minimum of 40cm in length anything under that size has to be returned to the lake de or alive in New Zealand if you want to eat a trout you have to catch one you cannot buy one in New Zealand it is illegal to buy or sell trout so you must come and catch one if you want to catch one 很多人覺得說 出海釣魚會不會很無聊 你會看到風平浪靜的 而且一點都不會晃 也不會淵草 所以不用擔心 這艘船有什麼樂趣呢 我告訴你 這裡面是一般的夢想 喜歡的什麼 開船的地方 Do you mind I can try it? Yes, absolutely Okay So anything I need to particularly to know So you need to keep an eye on your speed Okay A lift Okay Okay A little bit more 轉一下 Okay 好 有沒有看到 小時候要當船長的夢想 現在馬上就實現了 再來一下 You're good I'm good OK 嘿嘿嘿 所以我們會發現出海來玩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有好朋友Peter在一起 保證你來到這邊玩一定可以釣到大魚 今天真的是運氣非常的好 馬上又上來了一條 但是喔 但是喔 記得喔 你要那個 掉上來之前喔 不要是那個硬拉的猛的喔 要先盡量的去感受到它的力度 停止一下 讓它拉 讓它沒有力量了 對 我們繼續換我們 這條感覺有點大喔 因為它的力量 跳出來了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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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有沒有看到 好大一條 Yeah 接下來呢 這個畫面有一點血腥啦 但是呢 因為要幹嘛 要把魚線敲滾 這件事情也是滿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後 1 2 3 暈一下吧 先暈好了 它暈倒了 然後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把它的那個 整個的這個魚溝給取下來 有沒有 它的溝子 它上面呢 有個那個魚標 那個人工的魚標 所以它們看到 在水底下看到那個閃光呢 就會追逐 然後就會咬 哇 有沒有 這個是我們今天釣到的第二條 不是 我個人釣到的第二條 目前我們這艘船已經釣到了四條 那你就不用擔心 我們今天中午的午餐啦 這一條有沒有看到非常的漂亮 它呢整整 有點沉喔 有點重喔 超過了四十公分 所以已經達到了他們的這個可以釣上來吃的一個標準 所以我們會做的是 我們會看看所有的魚 然後我們會找到哪些魚 然後我們會找到哪些魚 是最好的魚 我們會找到哪些魚 裡面的色彩 裡面的色彩 對 你看看這個魚 很暗 它們已經在海裡 所以它們可能會失去 所以我們會找到哪些魚 我們會找到哪些魚 跟著魚背的地方呢 有沒有看到它的刀 一刀下去 哇 我們Peter 真功夫耶 他已經 這個切魚切了十六年的一個狀況 難怪你看到它的這個技巧非常的熟 那這一條魚 是我釣上來的第一條魚 因為第一條釣上來了以後 它放在那個 跟冰塊放在一起 所以它的肌肉剛剛釣上來的時候是緊繃的 現在已經鬆弛了一下 所以你現在打開看的時候 它的肉是剛剛好 已經放鬆了之後 所以拿來做刺身的時候 做生意片的時候 吃起來就不會那個很韌性很強 就剛剛好像一咬下去 你知道嗎 就可以融在那個嘴巴裡面 那個顏色 哇 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 我告訴你新鮮的魚就是這樣 一點所謂的那個魚腥味都沒有 這個時候來吃刺身 你覺得這是最棒的 現在換我來試看看 所以這樣整個用力抓 然後呢 就把魚皮就剝開來了 哇 耶 所以告訴你 這個溫世凱是會做菜的 OK 好 So what are we gonna do for next? Oh you can do the rest I think you've done a good work Oh really? No I pay for you So you have to do it 對我來講呢 這好玩的地方就在這邊 那自己釣的魚 釣了魚以後呢 然後你自己來做 其實一點都不難 而且呢 我們還有專業的老師在旁邊 這時候你就發現到說 哇 你這一趟不是只是釣魚而已 好有趣喔 我剛剛做的生魚片 Sashimi 現在馬上來吃吃看 好吃耶 非常的新鮮 再來一塊 蘸一點點的醬油就好 不要太多 真的好好吃喔 這個是什麼 酸魚碗耶 有沒有 哇 多漂亮啊 多新鮮啊 我告訴你 偷偷告訴你 老外不太吃這個東西的 我們怎麼吃呢 我們把它烤一烤 欸 一定很好吃的 對 對 對 就是 爸爸在燒烤嗎 對 對 我驚喜 我驚喜 接下來呢我們要BBQ BBQ當然叫 在紐西方叫 New zealand style 對 對 告訴我 我們要去對沙啡嗎 這是義填瓅 這he 海鹽 只要是像個gie 薄薄一點 加一點加一點 加一點加一點 加一點 加一點 這個叫做檸檬胡椒 這個呢不要太多 一點 哇你看現在撒上去的感覺 像不像這個 Jerry Oliver 碰 紐西蘭來講呢 他們一直很強調的就是 我們要吃最原始新鮮的美味 那我們就讓它慢慢熟成 待會烤一烤就有美味的 好吃的尊餘 還有我們的魚子醬啦 不是每一條魚的魚蛋 他們都會吃 然後呢我剛剛問了一下 Peter說如果要吃的話 都會生吃而已 可是呢我們剛剛拿來 BBQ烤了一下 灑了一下剛剛我們上面的 簡單的胡椒類的東西 Yana 我告訴你超好吃的 你看我坐的一個地方 多麼的一個舒適 簡直就是里奧納多 對百萬人生 不就是這樣享受嗎 在這邊呢你想要喝什麼東西都要 你要喝啤酒 你要喝我們的這個烈酒 或者是紐西蘭最有名的 白酒跟紅酒也通通都要 更重要是不想喝酒的人 想要好好的享受人生 這邊要一杯咖啡 隨時就給你來一杯咖啡 可以喝杯茶或咖啡嗎 當然 我們要喝酒 去吧 我們上去吧 我們上去吧 快點去吧 回去吧 快點去吧 chuy�子 去吧 也就是南新南非洲有名的海鲜食材 在這邊隨時可以買到最新鮮的魚貨 所以你會看到白天有很多當地人 就來這邊跟我一樣拿著籃子 然後就來猜猜他們今天想要吃的海鮮 不像是個海盜 所以海鮮很重要 更有趣的呢 不單單是住在這邊居民 才可以享受這樣的樂趣 即便你是觀光客來的話也OK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可以跟我一樣 買了喜歡的魚 還可以到樓上去參加 他的料理教室 這就好玩啦 我去了很多的地方的料理教室 通常他會幫你準備好 你要做些什麼菜 可是這裡好玩的就是 他直接帶你下來這一邊 然後買了今天的食材 然後買完以後 我就要到樓上去做一道 我的奇異網創意料理 I'm Daniel and never lose 那我自己在做這一道創意料裡面 最主要的是 我選用了綠色的奇異果 奇異果很適合來做菜 但是千萬不適合拿來烹煮 它適合來做什麼 最後你切完以後做沙拉 或者是真的這條魚 最後把它放在它上面 放在上面的時候不但好看 重點是因為呢 魚本身的蛋白質碰到了 我們的這個奇異果的酵素以後 它可以幫助它做化解 所以對我們身體的吸收會更好的一些 而且呢吃起來以後 你會覺得說 它會變得更清爽 怎麼做呢 很簡單 首先把魚準備好 把食材都準備好了以後呢 把魚大概畫三刀 翻過來以後呢 背面也給它畫三刀 我們這樣把這個魚準備好了以後 我們這一邊的鍋子呢 它整個水已經是開了 開了以後呢 把整條魚記得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呢 我們大概蒸所謂的這個 五分鐘左右 那這段時間呢 我要做所謂的sauce在這邊 那這個sauce呢很簡單 我們把水準備好 這個時候呢 先放一點水 那這個因為是要蒸勻 你需要它要有醬汁 可以去把它進入到魚肉裡面去 接下來是什麼 我們的萊姆汁 那萊姆汁呢 我們把它加了一些以後 留一點點 最後做提味來用 那再來一點呢 我們再把我們的這個魚肉 整個把它加進來 那加進來以後呢 來 同樣的我們把它攪拌均勻 你看到沒有 這個魚很新鮮 所以一蒸起來 馬上看到效果已經出來 顏色非常的漂亮 接下來要怎麼做呢 很簡單 我們把我們剛剛的醬料 把它整個再倒回來 這時候就是讓它的味道入進去 再放大蒜在上面 整個鋪好了以後 大蒜的多寡 也是看個人的喜好度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再放一點點 紅色的辣椒在上面 泰國菜呢 酸酸辣辣是一件很重要的 一個元素在這邊 這一道菜 前半段已經結束了 再蒸大概五分鐘左右的一個時間 你看到沒有 在這邊我已經聞到那個香氣了 有沒有 那種魚肉跟大蒜還有辣椒的香氣 整個就已經慢慢的起來了 然後呢 我們就打開來 好 稍微看了一下 把筷子擦進去 整個是穿透了 這時候呢 我們就發現到說 有沒有 我隨便擦一個地方 它的肉都已經是穿透了 所以已經是差不多了 然後我們把魚準備好了以後呢 再把我們今天最主要的一個 我們的主角之一 也就是我們的奇異果 把它放上來 OK 這個就是我今天 介紹給大家的這一道 這好丟壞 做菜不難對不對 可是好吃很難 那怎麼辦呢 那就要多多的訓練了 哈哈 我覺得旅遊最棒的一件事 懂得開始學習 如何去享受人生